大将军有点懵 毕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袁世凯翻了翻炉火随后说 当年汉高祖刘邦的身边有张良和韩信 故此才得了天下 而如今天下大乱 那咱们三兄弟又要该怎么做 这运筹为我 决胜千里 你就是我的张良 阿婆 战必胜 功必取 你就是我的韩信 你我三人兄弟同心 何仇的大事不成 1911年11月1日 袁世凯组建了清朝第二届 也是最后一届的责任内阁 明政大臣赵炳君 陆军大臣段祺瑞 台政大臣徐世昌 军资府大臣王世珍 敬畏军军统冯国章 内务大臣兼内阁秘书长蔡廷斑 而内阁总理大臣则由袁世凯本人担任 跟三年前相比 原本全员满人的内阁 在袁世凯的清洗后 变成了全员汉人 并且还是衣水的北洋系 而新内阁成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逼迫摄政王退伍 大臆不动 够了够了 崽峰